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紅花鬼舞上去到明月峽的時候,就遠遠望見了衛視 聯盟長追上去問,這個時候聽到淋淋的聲音,好像行雷一樣 當時金獨義和慕容聰已經進入第三道山口 紅花鬼舞他剛剛進第一道山口,就聽到聲音 知道是雪崩峰山,他攔著落後的衛視一問 那名衛視剛好是應修陽的徒弟,很狡猾的 他就說,我們來救金爺啊,在路上就跟他的女兒流羅打起來 你老人家來得對,雪崩峰山,我們過不去啊 你又可以爬我山頂,要我山上去明月峽啊 紅花鬼舞一聽,沒錯 避開正面的雪崩地方,就爬上山峰 在他上到封頂的時候,只是慕容聰他們爬上蕭壁的時候 因為蕭壁上面凸出來的岩石和那些藤蔓把慕容聰他們遮住 因此紅花鬼舞一點都不知道丈夫就在下面,所以撞不到 剛好這個時候,又看到一條人影在側面的山峰出現,好像流星那麼快飛到山曲 紅花鬼舞,我心想,這麼聰明的輕功,看來跟玉羅沙這麼上下 不知道是哪位世外高人來這處呢? 因爲他急著去救丈夫,所以亦都無心追著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人 他看著那條黑影落了山曲之後,他又提了一口氣,在山頂上飛奔 過了一個二個山峰,直到明月峽山上玉羅沙的大宅 於是就撞到卓壁航了 紅花鬼舞說,玉羅沙呢 卓壁航很恭敬地說,老前輩又斯來了,有什麼指教啊? 紅花鬼舞說,不關你事,你的玉羅沙出來吧 老前輩,你等一會兒,他就出來的了 哼,你幫他用緩兵之計啊,老娘不想你們當啊 紅花鬼舞,你以為玉羅沙自知理虧,不敢見他 所以就山埋宅門,偷偷運後面逃走 他心急起來,一掌就推開卓壁航,衝過去,運用耐家真力 搓一擺掌,將宅門打裂,再用掌一劈,宅門臨聲就臨了 他的女流就紛紛逃避了 玉羅沙飛奔出來,哼她說,紅花鬼舞,你打爛我宅門,豈有此理 七七兩劍就直刺紅花鬼舞前心,紅花鬼舞用鐵軌一擋 玉羅沙已經飛越她的頭頂,搶上高頂,她說,來來來,我們再鬥三百個回合 紅花鬼舞說,玉羅沙,你先頭騙我,你快點還給我 我,如果不是,今天就決不同你罷休啊 玉羅沙明知她一定是被人騙的了 但生氣她打爛宅門,她發你火力,也不解釋了 她只是冷笑說,哼,你不幫我弄好宅門 就算你想罷休,我也決不同你罷休啊 說話之間,手上的寶劍已經連發了六七招 紅花鬼舞發火了,舞起龍頭拐掌橫掃直格 就在山仔前面,跟玉羅沙大戰起來了 紅花鬼舞一來就急著要救丈夫 二來呢,又生氣玉羅沙對她這麼無禮 你這次真是拼命來跟她打 玉羅沙明月俠虎修了三年內功 都覺得不容易招架 但是玉羅沙輕功好啊 紅花鬼舞打到沙石紛飛,但一點都打不到她 玉羅沙忽然笑起來說 哈哈,都三年多了,都沒笑好像今天這麼痛痛快快打 正是其逢敵手,憤礙精神 她將獨門劍法使得凌厲無前 卓一行就十分著急,大聲喊說,又說好說,又說好說 金老前輩確實不是在這處 她倆只是打到慶,誰肯收手呢 雙方以攻對攻,不到半個時辰已經判了三百幾招 在激戰當中 紅花鬼舞因為內功真力強過玉羅沙很多 但是玉羅沙輕功卓絕 所以雖然紅花鬼舞連年寫出幾下絕招 都被玉羅沙千軍一法的時候避開 紅花鬼舞見到這樣,真是英雄更英雄 她真是敬重起玉羅沙的本領上來,她想 只要玉羅沙沒有殺死金獨義,自己也都收手算了 於是紅花鬼舞將拐杖一擋,將玉羅沙的寶劍擋開 她說,我的老公是死還是生啊?你說吧 玉羅沙笑著說,她是死還是生,我怎麼知道呢? 不是你將她刺傷的嗎?你怎麼會不知道啊? 沒錯,是我將她刺傷的 她被我刺傷的時候,當然還是生的 至於現在是生還是死,那我就不知道了 紅花鬼舞以為丈夫被玉羅沙捉了去 傷重就來死,所以玉羅沙才這樣說 她大聲地說,你帶我進去寶劍裡面看看吧 如果她還沒死,就要快點救,如果死了 如果死了,就要你來填命 玉羅沙冷笑一聲說,你有本事就自己進去 卓一行就說,金老前輩確實不在這裡 紅花鬼舞就說,那在哪兒啊? 她昨晚中了劍,滾了下山坡 她就回到院城找慕容聰了 你亂說,慕容聰就在外面山谷 現在被雪崩阻礙著,等著就到了 我老公如果回到院城,那慕容聰怎麼會來這裡救她呢? 玉羅沙聽了她心一陣,她想,哎呀 我只是貪徒自己痛快,跟她打來玩一下 怎料慕容聰他們已經殺到來了 哎呀,那山狐妹被他們追到就糟了 山狐妹不是他們的對手的 玉羅沙就說,既然是這樣 我們馬上去找慕容聰來對親就不行了 紅花鬼舞說,救人如救火 她被你刺傷了穴道要害 我哪有空幫你找慕容聰呢? 玉羅沙哈哈笑說,誰說我刺傷她的穴道要害 你老公的武功也不是這麼頑皮的 老實說,我是想刺她的穴道要害 但她閃得快,大概只是被劍尖刺傷了腳鱗 你急什麼呢? 你這樣說是不是真的? 她真的不是這些 玉羅沙,你不要再騙人了 今早我問你的時候,你為什麼不說她受了傷? 唉,這些小事都值得提嗎? 好,我們馬上去看看吧 正在這個時候,忽然間聽到一陣燒聲,軟軟的傳來 那些燒聲又愛怨又激憤 玉羅沙當場面色都變了 紅花鬼舞也是心頭一陣,她問 誰在這裡吹燒啊? 玉羅沙說,是鐵飛龍的女兒鐵山戶 雪崩風山,她實在困著不出來了 卓一航說,如果金老前輩受傷不重 看來也一定會和慕容聰一起來的 哎呀,糟了 卓一航想到鐵山戶如果困著呢 就難以走掉慕容聰他們的魔掌 紅花鬼舞的心也叫了聲,哎呀,糟了 她想著如果金獨義真的來了 唉,就不知道怎樣處置她好了 玉羅沙對紅花鬼舞說,那,你不去我都去了 你不怕醜就在那裡欺負我的女兵 紅花鬼舞說,呸,事情不到水落石出 你飛到天邊我都跟著你 擺帳一栋,飛身而起,緊緊跟在玉羅沙的後面 卓一航就辛苦了 用盡全身本領,仍然落後幾十丈那麼遠 話說,岳明鵝昨晚逃出清虛冠之後 就佈在樹林之中 到了四間 忽然間見到慕容聰他們一大堆人落山 每個人都背了一名受傷的同伴 岳明鵝就想,咦,白石道人居然還不錯 不過,慕容聰他們吃了武當派大規 他又不知道玉羅沙已經來了又走了 因為下山的方向不同,所以就沒有看見 岳明鵝連日來奔奔波波,有個激戰之後 好夠累,見到慕容聰他們去遠了,就鬆了一口氣 他心想,讓我先合神 天亮之後,再向白石道人請罪 而且跟卓一航道別 他睡了,睡著睡著 忽然間被聲音吵醒 岳明鵝就睡在兩塊岩石之間 他在石瓦看出去 見到一個相貌極之醜怪的老虎人 鄧邊就插著一朵大紅花 嘴巴就暗暗沉沉快步如飛 向遠城的方向走,眨眼就不見了 岳明鵝吃了驚,莫非此人就是紅花鬼母? 岳明鵝不睡了,他整理一下衣冠 再上山去清虛貫 白石道人就被玉羅沙和紅花鬼母 一先一後就搞了一輪 都不知道多激氣 怎料紅花鬼母剛剛走,岳明鵝又來了 白石道人一見就更加生氣了 岳明鵝仍然按照拜見前輩 這樣對白石道人恭恭敬敬敬敬禮 然後就問候卓一行 白石道人說 你們不是跟玉羅沙那個妖女在一起嗎? 岳明鵝說,什麼呀? 你還假裝? 玉羅沙把我們的掌援人劫了去 真的?聽到這樣的事? 那玉羅沙現在說完了 岳明鵝,你這個家伙真是膽大妄為 你陷害我們武當派和官家作罪還不算 又勾結玉羅沙來侮辱我們嗎? 昨晚的事,小輩應該向你陪禮請罪 不然你說我和玉羅沙勾結,就是前輩誤會 白石道人搶聲拔出牆劍 學他說,只是昨晚的事 你就抵抬我一劍了 這麼大件事,只是陪禮就可以嗎? 白石道人在說話之間 連進幾招 岳明鵝逼得拔劍一擋 把白石道人的長劍震開 白石道人大叫 眾弟子還不快點上 岳明鵝虛訪的劍跳出大門 飛這麼快走了 白石道人追不及他 就說有自己猛烈就是了 岳明鵝自從洪廷拔死了之後 本來已經心灰意冷 幾次三番想出家做和尚 加上心頭還有一個鐵山壺放不下 因為那次玉羅沙勾勾勾勾在做媒人 岳明鵝就措持不當 被鐵飛龍父女聽到 鐵山壺負氣走了之後 岳明鵝的心就非常之不安樂 他發誓要找到鐵山壺跟他陪聚 這樣才得心安 不過一直都找不到鐵山壺 一聽到玉羅沙昨晚出現 他就想 玉羅沙既然是這樹 那他一定知道鐵山壺下落 玉羅沙雖然和我不和 我也要找他問一下 於是岳明鵝就下山去問 玉羅沙在明月峽 岳明鵝的居民都知道 岳明鵝問清楚去明月峽的路 就立刻起程 當時紅花鬼母 也剛剛在遠城錦衣衛的衙門出來 又去著明月峽 岳明鵝和紅花鬼母一先一口 不過兩個人彼此都不知道 岳明鵝將人去到明月峽的時候 也遠遠望到谷底有很多衛士 並且見到山坡上有女樓羅兵在夾著 他截了女樓羅兵來問 女樓羅見到她不是衛士 就問她是誰 岳明鵝說 我是你們蓮寨主的朋友 女樓羅剛才見她上山的時候輕功這麼好 估計一定是武林的高手 就很歡喜說 那你快點救我們鐵寨主 他被官差追 剛才進了那邊山口 岳明鵝整個跳起來 她說誰 女樓羅說 你不認識我們鐵寨主嗎 她是西北鐵路英雄的女兒 叫做珊瑚 說話未講完 岳明鵝已經飛這樣衝去了 岳明鵝走進第一道山口的時候 鐵珊瑚剛剛踏入第三道山口 第一次吹燒向玉羅達報警的時候 那次吹了幾聲 就被雪崩的聲音蓋住 玉羅莎就沒有聽見 玉羅莎聽到第二次的消聲 但是岳明鵝這一次是聽到的 岳明鵝一聽到消聲 就知道果然是鐵珊瑚沒錯 好歡喜 萬一間山谷裡面響起行雷的淋淋聲 萬風回應震到耳都濃 岳明鵝知道是雪崩 急急向山頂高的地方走上去 過了一陣子 雪崩漸漸停止 岳明鵝急急走幾個風頭 遠遠遠見到第三道山口已經被雪封住 再仔細地看遠方 沒有人了 他想 山湖不會必定困在下面深谷 如果在雪崩之前 也有敵人進來了 那就糟了 他吸了一口氣 施展絕頂興功 在山頂滑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 紅花鬼舞在山頂上 離他幾丈遠的地方掠過 岳明鵝聽到風聲 岳明鵝一看 知道是紅花鬼舞都很奇怪 他心想 他剛才去過清虛館 現在又來明月俠 奔奔波波不知為什麽 但是岳明鵝急著要救人 也懶得他李紅花鬼舞 他一路不停地滑下去 沒多久就滑到山腰 忽然間聽到慕容聰大聲地喊 不准他走過來 岳明鵝一眼看過去 只要慕容聰劫了個人 正是他招絲冒上的鐵山壺 岳明鵝又驚傲 拔出長劍衝過去說 我和你搏過 慕容聰滴起鐵山壺 他笑著說 好極了 你進招吧 岳明鵝說 你敢傷他一條頭髮 今天我和你們三個人一起死在這裏 金獨義就說 我們下去說 原來金獨義腳硬痛 應修陽扶著他 兩人都覺得很吃力 金獨義想 如果不把雪崩封住的山口 挖開一條路 想有命出山都怕難過上天 他見到岳明鵝這麼緊張 就不如拿鐵山壺來要脅他 叫他去求玉羅薩派女樓來挖開一條路 慕容聰的心另有想法 岳明鵝乃魏忠賢指定要追捕個人 不但比鐵山壺重要 就算比玉羅薩也重要得多 因此他也想拿鐵山壺來要脅岳明鵝 岳明鵝跟著他們三個人落對峽谷 慕容聰說 岳明鵝你想怎樣 岳明鵝看到鐵山壺面色慘白 披頭散髮 衣裳破碎 我心很難受 他大聲說 你欺負女子算什麼英雄 你放掉他 慕容聰說 你說得真是容易 你要我放走他 可以的 除非你乖乖地跟我回去北京 岳明鵝看了鐵山壺的眼 他說 跟你回北京未成不可 不過我要知道他的傷勢如何 慕容聰用手指一點 就解開鐵山壺的穴道 鐵山壺出了聲 他立刻說 大哥你不要跟他去北京 慕容聰笑著說 你看他不是好弟弟 我們公平交易 我絕不會將他做成殘廢來騙你去北京的 岳明鵝眼珠一轉 他心想 洪丁略的遺書 我已經交給卓一行 他心裏面已經毫無牽掛 最多就是死 去北京就去北京 只不過珊瑚妹不知道有沒有被他暗算 如果被他用耐力震傷內臟 就算保得一時 一頭半個月也會死 一定要看清楚就可以 如果受了傷 就要快點幫他醫 這個時候鐵山壺又叫了 大哥不要上他當啊 岳明鵝說 你吸一口氣看看 看勒骨有沒有痛 慕容聰就說 你真是豈有此理 我慕容聰是暗算苦餘的人嗎 鐵山壺心臉一動 他吸了一口氣就特地說 哎呀 哎呀好像有點痛啊 慕容聰面色一沉 他說你炸死 鐵山壺說 你等我吹燒給大哥聽一下 岳明鵝說 沒錯了 你吹燒試一下 我聽你的燒聲 就知道你有沒有受耐傷 慕容聰說 好吧好吧你吹吧 叫金獨義說你過來 然後把鐵山壺拉到一邊 他對金獨義說你看實他 不要讓他搞鬼 金獨義一手按住他的琵琶骨上面 一手頂住他的後心 金獨義的毒沙掌極之厲害 兩隻手掌都按住鐵山壺要害的地方 只要鐵山壺稍有些衣動 他掌力一發 就算鐵山壺的武功再高十倍 五臟六虎都會被他震裂 慕容聰就放開鐵山壺 站在金獨義和岳明鵝之間 就望上岳明鵝 防止他躁然發難 真是可以說的 防範十分嚴密 他說 好吧你這個死妹釘 為什麼還不吹啊 鐵山壺的心 真的無限的辛酸 他終於笑臭到唇邊 細細聲地吹起來 初初吹出來的音調 是很寬快的 突然間就變了 變得很激昂 很憤恨 再一變 變得軟軟低會 如一如素 真的聽到人人都覺得心酸 突然間 慕容聰大聲喊 不要吹啊 鐵山壺心想 連姐姐一定聽到的了 消聲一停 慕容聰就說 岳明鵝你聽清楚了嘛 他哪有內傷啊 一點都沒有 岳明鵝說 好 你放他 我跟你去 慕容聰說 哈哈 你還要聽我一件事 什麼事啊 你不要節外生枝了 絕不是節外生枝 你把自己的右手斬了它 什麼 你武功那麼高強 綁你又綁不住 怎樣呢 你自己又會解的 回去北京萬里迢迢 我們沒那麼好心的一尾看管你 你不信我事 我也不信你 把右手斬了就大家放心了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你怕痛啊 鐵山壺大聲喊 大哥不好啊 不好啊 你死了我都不願做人的了 岳明鵝說 珊瑚妹 你的情意我心靈 你一定要活下去 你跟念者者一切 不用掛念我 慕容聰冷笑說 哈哈哈哈 哎 真是情意綿綿 你們還有幾多說話要說的 岳明鵝說 君子一言快買一邊 我讓你擺佈 你就不准害他 慕容聰說 誰反悔就疑笑無淋 岳明鵝叫聲說 好 左手撿劍 向右手手腕 一劍就斬下去 突然間 明天一聲慘叫 岳明鵝把劍的劍峰已經碰到手腕 立刻停住 雖然鐵山壺和金獨耳都滾在地上 原來鐵山壺吹消報警 本來是緩兵計 是等玉羅撒聽見聲來救 怎知慕容聰又想了這麼獨立的辦法 看著岳明鵝就要斬到右手 鐵山壺忽心想 現在我已經知道她是這麼愛我的 我死了都不要緊 她突然間發難 手肘向後一撞 轉身在鵝肉燒的機關 三支短箭全部射進金獨耳的身樹 當堂痛到金獨耳雙眼泛黑 她掌力一發 兩個人都受到重傷 滾在地上 鐵山壺搭在地上 她大聲地叫 大哥 你闖出去 以後為我報仇 我們來生再見 岳明鵝真是心如刀割 金獨耳忍著跳起身 岳明鵝大聲 報仇就在今天 長劍一舉就殺過去 慕容聰猛中一拳 見到岳明鵝雙眼都紅了 好像發狂的老虎一樣 他拳打不中就立刻閃避 岳明鵝伸除劍走 金獨耳剛剛站起來 岳明鵝大聲 拿個頭來 飛起腳把金獨耳踢低 慕容聰想趕來救已經來不及了 劍光一閃 一見金獨耳慘叫一聲 他的人頭已經在岳明鵝的手上 慕容聰大聲驚 岳明鵝說 你要我去北京見皇帝 我要你皇傳見現皇 長劍封翻雲勇 猛刺過來 慕容聰知道今天非死鬥不能脫身 就運用了內功 揮武雙拳 和岳明鵝搏鬥起來 斬眼之間 兩個人鬥了二三十招 岳明鵝就盼著死 著著搶功 慕容聰不過有點心歉了 應修仰在旁邊看得眼都禽了 慕容聰就渴他 我死了你都沒命了 容易叫他快點來幫忙 蛤 隨之應修仰被他一言驚醒 不吃就笨了 即使手腳並用他攀上小壁 慕容聰真的激到死死了 岳明鵝就越攻越猛 慕容聰想走都不能脫身了 再說說玉羅撒和紅花鬼舞 一先一後就來到前面山峰 玉羅撒走快一步 聽見下面施殺的聲音 施展輕功飛身下去 幾個跳躍就已經來到山腰了 這時應修仰剛剛扔他上來 玉羅撒見到他就嚇嚇一笑 那次在華山絕頂被你逃脫了 金援你沒有定夾了吧 應修仰心膽驅裂 忽塵一揮就想牽他的劍 玉羅撒說 你還想動手啊 劍擺得沉 一扭寒光快如電閃 斬應修仰的手腕 應修仰心一方 他又計一挖 玉羅撒的劍風都沒碰到他的手 他已經凌凌凌凌凌滑了下去 玉羅撒笑一笑就跳下去 放眼一望 嘩!大吃一驚啊 各位,玉子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